小小的空間裡瀰漫著濃郁的咖啡香 這裡是樂波波咖啡研究室 創辦人新月台用自身對咖啡的熱情 教導弱勢者一技之長幫助就業 像比如手沖萃取這些課程 我們會讓一些弱勢 比如像我12月要開的班有招收8位 那我可能就有兩位是領身性障礙手冊的朋友 那他們的學費是打對折 學費打對折 那你們可能會問說那為什麼不免費 畢竟社會企業還是要活下去也要生存 而且我覺得免費的東西通常很多人是不珍惜 所以你要付出一些代價 然後他願意來學 那他如果學好 那甚至以後我們都可以幫助他創業等等 不只幫助弱勢就業也重視咖啡的品質 為了避免消費者飲用咖啡後產生心劑 倒汗 新月台和學生耗時耗力的挑出瑕疵豆 打造健康的咖啡 我們要幫助原住民就業 幫助弱勢團體就業 幫助身心障礙者就業 中年的危機等等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使命是要 讓大家喝到健康安全的咖啡 我在訓練這些學生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說挑都要挑乾淨 那這些學生未來去開咖啡館 所以他在慢慢慢慢他怎麼樣 他會影響整個 影響整個生態 希望慢慢慢慢翻轉 雖然樂波波咖啡研究室才剛起步 新月台仍然希望可以影響更多人 一起烘焙出希望得貝度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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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龍 小龍 小龍 感谢观看